他衣服 都通了 先回头绿 是个性 个性 我也想个性一点 你是我媳妇 嗯 如果你干 他给你看他的衣服啊 不喜欢 我看你就不要吃 好不好 嗯 你应该知道 好 好吧 吃那么够够 大哥 好 我们走 随后小羊哥便让小黄 带着小羊嫂去换衣服 不料在带火完 山猫超人精枕榴莲后 小羊嫂的造型 直接惊叹了所有人 泰国精枕榴莲 如何的没有喝 就榴莲肉 麦吃了补贴 大家都知道 正常今天切出来放几年 顺风冷面发火 这是烤出来的 你可以放到苦涼里面烤 给你看看配料料有多干净啊 原产地泰国 配料表百分之百 榴莲 没了配料表就榴莲 我自己买的 多少钱看啊 164 我看能开出多少颗 这一颗是100颗 没有糊的 没有糊的 你们看多少颗 724颗 还带糊的 看这里面是带糊的 我们164 买了700颗的榴莲 那我想看今天多少颗了 9颗 169 上次 来牛鸡 进去了 要是小杨哥不说 谁能想到镜头前人畜无害的大杨哥 面对走后门的亲戚是竟是这样的态度 别跟我谈那么感情不感情的 别那么亲戚朋友的 我姑姑都被我哥讲哭 我姑姑一个朋友带来一个品 说你看小杨哥这个品 我这个品 我到小杨哥那里破个价 坐下品圈 你看行不行 我哥拿着真的能卖吗 这个胡说 你拿着我拿着我来 这品行吗 这个品牌的不是 不行不行 卖不了 把我小姑娘讲哭了 很严呢 大人的玄米真的很严呢 而就在近日不小心曝光的三只羊年货选品会上 才真正见识到大杨哥是怎么谈判的 在上百款茶水中 大杨哥只选中一款巴马茶叶的礼盒 品牌方是这样介绍的 给咱们这边定制的机制 谁是主家 主家机制是什么 现在商务跟你们谈了价 我还没开始谈 网友们都在质疑大杨哥是在镜头前演戏 当大杨哥把巴马茶叶的礼盒 带到直播间爆出最终价格的那一刻 网友们彻底不淡定 你们要不要铁观音很有名的巴马茶叶 百年传神非一记忆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铁观音自作的记忆 全国3200家卸下本地 你们店里面买多少钱 338 338一盒巴马茶叶 那么我们今天 不能不能给兄弟们加 来给兄弟们加一盒 再给兄弟们加一盒 再给兄弟们加一盒 土耳 而且是七年的饼的土耳 来来来 还有还有一个 对吧 加两盒四盒 你们回去可以先四盒 不买一还可以退 299 你的这盒多少钱 100 小羊哥不愧是挨打专业户 竟当这百万网友的面 孤然吐槽媳妇买这么贵的内裤 我媳妇给我买的内裤 你从哪里 小羊嫂本来还心怀内疚 不料在带货完农品茶里大红袍后 却意外发现小羊哥的内裤 竟然一堂的大羊哥都紧带了 农品的精选茶大红袍 这里面是带货的非常方便 没有十代 699 28 这是花香小种 给兄弟们 给兄弟们来两盒 肉贵 再来个肉费 一共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四盒肉贵 两盒镇山小种 两盒蛋包 不管你每一款 我给你四盒三盒 入满意全退 99块9上售 你买了个内裤多少钱 我这便宜 他内裤我给他买了 我这个不是我这个 你自己买了 弟妹你知道他这个内裤多少钱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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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 巴黎四家 兄弟们 他买个裤 内裤 巴黎四家 怪不得 他上次喝酒的时候喝了 回去吧 裤子了 人家占脱了 当然了裤子了 对吧 后面插点内裤 你的内裤多少钱 我的妈呀 你买一条内裤一百多 小羊哥真是挨打专业户 竟当着百万网友的面 公然吐槽媳妇买这么贵的内裤 你什么内裤 我看看 咋后面来 我的天哪 小羊嫂本来还心怀愧疚 就在带货完胶润泉洗面奶后 却意外发现小羊哥的内裤 竟价格不菲 就连一旁的大羊哥都惊呆了 用一下胶润泉的洗面奶 我用的就是这款 包括我家里面 用的都是这款 大羊哥都用六七个了 你可以去看齐老板 是吧 其实有的洗面奶你用完你会打豆 你会爆豆 你会爆粉刺 它是氨基酸 它非常温和 外面是敏皮 干皮 油皮都可以用 所以你们相信我 这个是对标218座的 才成立一年卖了一千多万 回顾率是七十 最终是品质的来的认可 但是有抑制 就是留两千 直接拍就留两千 你买了个内裤多少钱 弟妹你知道他这个内裤多少钱吗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巴黎四家 兄弟们他买个裤 内裤 巴黎四家 买内裤都买巴黎四家了 弟妹 他上次喝酒的时候喝了 他故意把他家又哭了死了 他就哭 人家干脱了 这往边看着内裤 你还算是 大阳哥恐怕做梦都没想到 就在昨晚带货李莫茶小清单时 竟被网友质疑太便宜不敢买 太便宜不敢买 这么多人盯着我 我如果今天卖家伙 我死的比自己快 谁在直播间有家伙 家伙都没有 因为盯着他的人太多了 小阳哥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当即与董事长见面商谈 势必要将小清单的价格打到福利价 我请那个老总吃饭 我给他砍价 他中午来我中午请他吃 喝了两瓶茅台 我晚上请他吃 喝了三瓶茅台 这就五瓶了 五瓶茅台多少钱了 还是52度的 吃完 晚上我还带他去 撑了碗干 他要是价格不可降 我就当场我给他够个 请他吃饭 已经吃三天了 经过几天的周旋 和五瓶茅茅台的加持下 终于将李莫茶的董事长拿下 并请到了直播间 他们发了个三点 你是这个李莫茶的什么 我们是合伙人 抖音茶叶这个内幕上面做的非常好 今年做了十几个亿 我听话就这一款茶 和五瓶茶 去年做了十七个亿 这个产量已经足以证明他们的品质了 是的 李莫茶的小青干 然后我们这个年份是十加十六的 对 十年的老豆干 跟16年的福尔士的料酒 这个一打开 小妹你闻一下 像那种橘子味 那种甘橘香的甘香 因为这是纯日晒的 然后有甘香还有一点点薄荷凉 这是深晒干 什么意思呢就是纯日晒 晒出甘香晒出清凉薄荷干 什么叫做金牙嫩料印鸟汤 你讲干香对着外面提供就可以了 如果想要福尔料醇 或者中根去点 口感真的随意去调味 吃到真的很快啊 好茶看汤 好汤看光 这就过年了嘛 现在聚餐比较多 白鱼大肉 拿块骨鱼 是馋事嘛 对 人这个时候吃完之后 负担比较多 那没没关系 一颗小青盖 解决小负担 大干的话我们现在为主 是应该受了将近四个多小目标 四个多小目标 OK 这一个日常卖多少钱 380 今天我们一块 再给你们来一块 再给大家加两 加两片这什么 圆麦生糊 然后呢还有铝盒 还有铝盖 专门给你送一个 炮这种小金杆的锥子 你知道吗 扎起来都要六百块 你今天 五百块 你兄弟上车 你绝对想不到 平时人畜无害的大洋哥 居然在面对走后门的亲戚时 竟是如此态度 我爸有时都被我哥给气了 我爸的同学 找山泽洋王官网 讲不上了 我找羊霸 儿子肯定要听老爷子的 那人又亲我妈喝酒 让我妈吃饭 说你看 让我想想看一看 我爸拿到这里 我哥看两秒 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不行又不行 我爸拿过去 那同学都说 我儿子说不行 同学说为啥不行 我儿子说不行 我儿子说为啥不行 这理由也不行 又不充分 又没理由 那老爷子又没面子 我爸有时就跟我哥吵起来 你把他看看 你不行你给我个理由 我好跟他们讲为什么不行 我哥就说这怎么行 肯定不行 品牌不行 哪里不行 我哥只要看看这品牌不行 他就不行 很严的 大阳哥选品真的很严的 我还是很人性的 你懂吗 品牌方其实觉得我挺好的 品牌方其实最怕的是我哥 不是我 然而就在最近不小心曝光的年货选品会上 网友们也是真正见识到 大阳哥是怎么砍价的 在上百款管理身材的产品中 大阳哥只选中了一款 不为处于液体沙拉 而小黄就是第一位受益者 很多宝贝问小黄怎么突然变的 就是对吧 这个线都有了是吧 以前都没有的 而且你看小黄刚刚吃的火锅 以前你记得吧 以前小黄 老大老大肚子了是不是 现在 直接把你的晚餐不吃了 咱直接替换成这个 only tree的这个火蔬汁 一个苹果都要95卡了 这一代82卡 姐妹们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点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去控制 过年是不是有很多应酬局 不是就得在这个时候开始卷起来了 only tree呢我可以称之为 青钻石的天花板的兄弟们 晚上只吃这一袋 相当于你一顿正餐 你少摄入的热量相当于 慢跑两个小时 游泳1.5个小时 跳绳50分钟 兄弟们 配料表非常干净 老人喜欢玉妈妈哺乳鸡 都可以吃 NFC牛头淘姜 NFC苹果园汁 NFC鱼干汁 而且是NFC的哦 NFC是圆炸的 它不是合成的 还有黄瓜汁 牛油果园 加西兰花菠菜 鱼甘蓝啊 还有什么蛋卖嫩液啊 还有什么比利时医生员 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这个配料表什么 老人小孩 婴妈妈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男女老少都可以喝 精气胜利气都可以喝 它里面是没有加 这堂香精色素肠的问题 它都是没有加的 今天小孩的脂肪店 极致是什么 18代果数字 再给三包 适合到手是21代 一样的价格 89块91号链接 好